中文字幕 李宗盛 安徒 想問一下你什麼叫提取物 舒爾 讓我告訴你 其實提取物大致分為三種 有最常聽到的植物提取物 還有動物提取物和中藥的提取物 以現在的科技這麼發達 其實可以透過化學的方法提取和分離 將一些植物提取物裏面 某種或者多種的有效成分抽出來 成品將會是一些粉劑或者壓成片 就可以盡食了 即是很簡單 即是將一千個蘋果裏面的成份營養 抽取出來之後再吃 那我就不用真的要吃一千個蘋果 才可以得到那種營養 就這樣吧 好 回到第三節 好 第三節我們在開始的時候 就說一些懷舊的東西 就說了一架機 大家看圖就看到這個好像和諧號 XP70應該是70年代 對不起 不是和諧號 即是和諧客機 和諧號是大陸那些 Concord 對呀 Concord 這架其實不是和諧號機 你看到底下有一個叫USAF 這個就是什麼呢 這是復仇者女神 或者叫戰神是皮 那些人有液 戰神是皮 對呀 這些不同的液法 對呀 有些不同的液法 好像有點涼 戰神是皮 這架機是厲害的 因為這架機當時齊名就是什麼呢 Badbird 有一架叫Youtube Youtube可以飛得很高 也可以很快 Youtube可以飛得很慢 可以飛得很慢 對呀 還有它的翼是橫的 不是後樑的 對呀 另外SR70 大家知道這個Blackbird 超級快 對呀 三倍音速 對呀 三倍音速 但這架也可以 這架也可以 這架也可以三倍音速 這架是附引擎推 對呀 但這架也可以 你問的話 當然是Blackbird更好一點 這架還要量身訂做附引擎 對呀 量身訂做附引擎 是很厲害的 這架是很厲害的 這架東西 Alex說的叫戰神是女 或者有時候我們叫女武神 女戰神 或者叫復仇女神 其實很多名字 很多名字 但那時候是北美航空做的 北美航空當年跟Locky Mounty 差不多那麼出名的 是啊 真的風光過的 是厲害的 當然後來因為做了這麼大的project 衰了 真是嚴重的 是做很多的 早期噴射機全部都是北美航空做的 但是後來可能經常都不中標 後來經常都不中標 那些project就失敗了 是啊 可能就失敗了 那時候他發現這個XB-70 就是我們說的女神士皮 或者叫做女武神 這架東西最快可以三倍音速 即是和SR-71是一樣的 但是SR-71大家知道它是偵察機 它是沒有武器的 是只飛的 但是這架不是 這架是可以帶導彈的 甚至乎他們那時候曾經提出 不如把核彈 直接當它是戰立更炸機肉 那個年代沒有B-2 那個年代沒有B-1B 沒有B-1B 那沒有這些怎麼玩呢? B-52的問題就是 所有人都看到你了 太慢了 一萬 又跑了不快 飛了九百兩 即是我被你炸到 你都沒有命回頭 是啊 我經常都說過自己 喂他回到家了 所以 就變了一定要發明一架 要麼就超快 但是那時候不流行隱形 或者可能那時候也沒想到隱形 其實這架也是有點隱形 三個東西 是 但是它叫做可以帶到核彈 帶到核彈 可以去到蘇聯的時候 就扔下去 然後就開AB走 即是極速走路 那 suppose 理論上就沒有什麼防衛 因為當年那些導彈 如果你有三倍音速 就玩完了 當年那些導彈攔截你 那些飛機三倍音速 是沒有三倍的 我印象中是1.5至2倍 好像我看過紀錄片 握著SR71的機師 說SAM追上去是完全跟不上 跟不上 跟不上 只能在附近隔著幾公里 那樣爆 是啊 因為它瞄不了你 即是追到我尾燈 就當你贏了 當你贏了 看到我尾燈就當你贏了 看到就當你贏了 結果都看不到 是啊 還沒看到爆了 幾公里爆了嗎 很遠的 都爆了 但是你覺得感受到少許氣流 哦少許 因為它快到感受不到 是啊 那麼這個戰神使女 這麼高速度 都不需要什麼武器 當年 現在就不行了 現在你想想 你三倍音速對著那些 都很硬的 就是因為知道了俄羅斯 即蘇聯那些防空系統 做得好之後 它就放棄了這個計劃 是啊 還有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今天想說 就是 當然後來就有些 戰略導彈 等等 就不需要中這些 但是今天 主角都不是女武神 是他裡面的武器 是圓奔隊的 第一 大家看圖 看到圓奔隊的東西 你看到 一個前面 AFT後面 這個上面的樣子 你看到 打側的樣子 有點子彈感覺 扁扁的 後面就有三個東西 當然那三個東西 就是一個發射口 這個像Wireless的AP Wi-Fi的 是嗎? 好笑 你知道這是都市傳說嗎? 是 這個都市傳說 這個叫做Ply Wacket 經常一五一一曲 看到一些飛碟 可能是這隻 不是這隻 這個小很多 這個小很多 如果在三倍音速的情況下發射 它最後可以去到六至七倍音速 甚至乎 一快上來可以追到九倍 但是很搞笑 這個東西有風洞測試 他們就發覺 就算你開到很大的攻角 它的操控性能都很好 其實很難 你的阻力這麼大 但是它也能夠操控到 所以這部東西是厲害的 還有 人們經常說 這部東西是圓飛碟型的 有個好處是 它用什麼角度飛 都很順 沒有那麼多阻力 阻力平坑 有些人說 其實它可不可以 表面就是這樣 其實它是不是最好似飛碟 那樣飛 我經常看見 就是它 類似它的東西 還有 有些人說 因為這個是羅茲威爾事件之後 羅茲威爾事件之後 是否就是 立了它的飛碟技術 然後就拿來做這件事 可能這件事 可能這件事發明了 之後 硬要用老作外星人故事出來 來蓋住這件事 不會吧 應該反過來 所以我就想這件事 挺搞笑的 挺滑視台的 但現在這件事的技術 還是封存了 你說會不會有一天 美軍拿來用 就不知道 不過問題是很壓定 就是圓碟型的 現在的導彈全部長條 所以就不知道這件事 有什麼好 就是圓形的位置 我暫時還沒有動色到 因為你這樣看起來 好像在地球的physics上 來說 就不太 user friendly 比較難理解 對嗎 就不太 user friendly 另一件事 也是搞笑的 就是這個 韓國 韓國接下來就做了一個潛艇 這個潛艇 不是做到很大的 三千燈 三千燈也不算很小 不小 但老實說 你跟核大國 比不大 那什麼戰術潛艇 隨時隨時都說一萬噸 就是核潛艇 這些不是核潛艇 這些是上規潛艇 這些是攻擊潛艇 對 做三千噸 OK的 那這個在哪裡做呢 這是韓國 很搞笑的 它那個叫DAPA 是嗎 但它那個DAPA 和美國的DAPA 差一個R 這個DAPA 就聲稱KSS三型 的常規潛艇 平常常規潛艇 我們還不是做圓酸電池 是 就是你所說的NIMH 是NIMH 是NIMH 現在不是NIMH 這是用鋰電 鋰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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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鋰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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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鋰電池的威力 是比之前的幾倍 還是幾倍 為什麼呢 鋰電池很難做得大 是 NIMH 就是液體 鋰電池的固體硬 太多的話 很難做得那麼大 安全也會是一個因素 以及貴的 NIVIUM 是真的貴的 但是現在聽說 SAMSUNG給技術 但是俄羅斯有人串 你之前是LOOK-7才爆 你現在又做潛艇 爆不爆 再坐在你那裏爆 是吧 我用來你海心威爆 你死皮 你海軍基地沒有太平洋艦隊 所以很搞笑 他們說 SAMSUNG那邊 他們就說 現在做這個 總之俄羅斯專家 就把照片拿出來說 你行不行 當然鋰電池 我們講過了 鋰電池的問題就是 他本身的反應是快 還有萬一加熱不當 還有少許水氣也很容易爆 如果大家印象中 中學的洗面室 那時阿Sir就切了一塊 我小時候不知道是甚麼 就叫做SODEUM 放入水是會有紫色火的 然後一隻叫做POTESUM 剪下去也是會有紫色火 好像是紫色火 有些放空氣 一開個蓋已經出現了 一開個蓋 然後有些油會喝住 所以是很危險的 所以大家都感覺到鋰電池 其實已經比我們剛才說的金屬 是沒有那麼反應的 但是如果放進去 做得不好也會有這種情況 所以這次如果可以用到 用到這個技術的話 應該會更好 俄羅斯好像說他們也有試過 俄羅斯有些放鋰電池 放鋰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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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聽說不成功 因為他們那些外殼會漲 但大家知道漲什麼事 裡面應該是變化 當然不是買韓國或日本鋰電池 買中國鋰電池 他是不是買中國 應該日本也沒有那麼嚴重 他們說鋰電池 其中一個就是他們的柴電 其實是柴電 如果他們用了鋰電 如果整個結構會比較輕 如果搞不定 他們就不敢用了 俄羅斯其實自己也有想 但是自己做不到 現在看到韓國說做 就有一點酸葡萄 我記得有個網友說 俄羅斯是不是有些酸葡萄 對於新科技 這個也沒辦法 因為自己不夠錢做 因為本身 韓國就是跟著日本人做 日本人以前幾間電池廠做得好 Sony、Panasonic、三洋都做得好 到Shyber 都是 但現在全部都合起來了 幾間鋰匙合起來 一間做電池廠做 把資源都放在一間廠裡 嘩 即是硬碰它 因為韓國做得便宜 沒有辦法 他一定要這樣做 來頂市場 另外韓國這艘潛艇 有件事厲害 就是它的潛艇可以射 一個我們叫VLS 垂直發射系統 可以寫一個到底叫袁武營 袁武大家記得我們在大半年前說 有二營三營 就想到袁武雲之變 袁武雲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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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武二、袁武三 袁武二是彈道導彈 那時候我跟大家說 這個可以南韓對付北韓 另外袁武三有些像金牛座 巡航導彈 射到500公里 袁武三有些像金牛座 射到壓路缸 我猜射到中國那邊厲害 厲害的也不錯 所以如果他可以用到這個 也挺厲害的 但有個問題 如果垂直發射的時候 會不會有機會震動 會搞到鋰電池的情況 那這個要保護處好一點 因為你每次都在鋰電池 每次都在鋰電池 那他就說 你會不會有機會 會撞到鋰電池 會爆炸 就不知道 但這件事如果做得好 什麼時候服役呢 2025年 5年 7年 8年 6、7年 6、7年 這樣很快 我想說其實做到吧 當然我們也不相信 我們實在覺得 2025年應該是可以試 真正服役都要10年後 因為太新了 不太容易 日本就直接下水 日本那架真的下水 我自己覺得 其實是韓國看到日本有 自己也想要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鋰電池大國 就是Sony VANSONIC和三星 所以是挺交易的 另外有一件事要說 就是神盾系統 神盾系統 我記得 一個網友問 其實神盾系統 有多少國家用 我想說有很多 例如美國盟國 基本上 幼稚一點那些 當然說 就是泰國當然沒有 菲律賓當然沒有 如果你說 加拿大 歐洲 紐西蘭 美國自己 日本 南韓 我印象中 新加坡是沒有的 新加坡是沒有神盾 神盾系統 大概是這些國家 其實很簡單 你想想 首先有百種人 和美國最相似的 百種人 即北約 英國 美國 澳洲 紐西蘭 羅威也有 加拿大 羅威有沒有神盾系統 沉了 沉了 沉過頭 那些 發哥沒有 發哥自己有 發哥沒有神盾系統 自己有自己系統 英國有自己的巡航艦 所以大概是這樣 亞洲是日本南韓 這些就是神盾系統 其實神盾系統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它除了海基之外 現在還有陸基 陸基神盾 我覺得挺好的 陸基神盾 嚴格來說 你裝了之後 雖然說海盾 我們叫陸盾和海盾 海基不是不好 但問題是 其實那些水秀也挺累的 是養累 養累 幾千人運作 你想想你在水上運作 沒有幾千人 有幾百人 都運作 幾百人 所以其實也是挺累的 陸基又陸基 三分一都不用 陸基少很多人 不用服侍船 沒有海放 海放1 海放2 海放5 海放6 浪 卷到賣力是幾米高的 蓋過船 所以普通船就死定了 戰船就要想想 所以那些位置也要射到 所以其實維修是很強的 後勤也很厲害 所以如果用陸基 是會好很多的 另外 美國接下來 就會不停賣標3 我們不厭其盤 再說幾次 是標3的Block 2A 因為差很多錢研究 當然要保護 對 好像用了50億 不少的 日本仔細 但最重要是日本肯科水 我覺得50B裡面 可能隨時日本仔 是推出30-35 因為他要拿你的技術 所以他不介意多一點 不要緊 很多東西都是日本仔代工 很多日本仔代工 但不知道他知道多少 所以美國就賣標3 還有我們說過 標3裡面最厲害的是什麼呢 其實是電子產品 原本美國多數就是 我直接用技術給你 你幫我裝上去 現在不是 它裡面的設計是日本設計 所以電子導航 GPS 是日本仔有份的 因為電子的日本仔 生產比較穩定 而且他們的價格提供 會比較穩定 所以會用標3 大家猜到 會不停賣 總之有神盾藍的國家 就要標3 所以你會猜到 挪威雖然你尋了價 但是你要繼續買 然後歐洲 如果有神盾的國家 就要繼續用 如果你是用陸基 例如南韓要用 日本也要用 然後加拿大、澳洲、紐西蘭 都要用 前來烏克蘭也要買 烏克蘭也要買 但是他沒有錢 先借錢 波蘭要買 波蘭的神盾 即是頂著人 X500 他真的不安裝 如果射完 怎麼辦 他還要放M22 要放M22 當然要找些東西擋 要放外國者和陸基 我覺得 事實一樣 你覺得他放什麼 我覺得他不會放薩德 應該不會放薩德 薩德也是射標3 薩德放在羅馬尼亞 應該放在羅馬尼亞 波蘭就不會放在羅馬尼亞 波蘭放在羅馬尼亞 所以是挺個人的 好,這節來這裡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指 thrust